議員可以先幫我們講一下說 因為現在柯文哲似乎對這個肺率的問題一直在爭執 那好像是不是關鍵在於說他2017年簽了這個新約 我覺得柯文哲前市長又在重施顧忌了 這個10年前用同樣的手法打郝龍斌前市長 10年後又要用同樣的手法去打蔣灣市長 他當年上任的時候操作五大案 結果卸任還可以搞一個台志光六大第六案 我也真的是服了他了 請問一下如果他當年覺得台志光有問題的話 那他八年市長是像陳菊一樣在睡覺嗎 卸任了以後才突然醒過來說台志光有問題 他八年在做什麼呢 他八年可以解約可以議價可以砍價 他什麼事都沒做 而且在110年的時候卸任前兩年還合了一個2200的高費率 他昨天寫了一個臉書 這個義憤填膺的說我這個高費率是根據六年前 好龍斌前市長的費率 拜託一妹是700多塊 三妹直接乘以三嗎 不是吧 這個我們知道一妹到三妹絕對不是直接乘以三倍 你大量採購當然可以大量溢價 再來這個寬屏從經過了六七年 價格越來越便宜啊 你怎麼會用六七年前的價格呢 然後直接佛心來著說 好辣哇我跟你用股時候的錢 直接這麼好的價錢給你 才害得講萬萬今年 然後議價這麼困難 所以重點不是跟誰租用這個頻寬 跟誰租我們都要租用網路嘛對不對 可是重點是你給人家這麼高的單價 那你好意思說租貴了 兩千二我們就問三妹兩千二這個費率 是誰去核定的費率 你當年跟台志光溢價多少次 去年市府跟台志光來來去去溢價了 我記得是七次吧 溢的都快要吵起來了 那你柯市長要不要亮出你的溢價紀錄 你跟台志光有沒有溢價過 還是你就很佛心的說 好啦我按照六年前的價格 直接乘三給你 如果你都沒有跟人家溢價 直接很佛心來著給人家 那到底誰才是對台志光善心的老闆呢 問題在選哪裡 預算送在烏田路 沒有那個費率在後來 幾月裡面訂了啊 所以我們才很積極的 希望議價調整那個費率 請各位媒體朋友先進入媒體區 謝謝 其實我跟你講喔 我只要問兩個問題 第一點 為什麼你們不敢開臨時會 如果是你坦蕩蕩 或是說你很誠心檢討 就開臨時會嘛對不對 把來龍去脈講清楚 第二點 最關鍵的題目 為什麼柯文哲編的預算是4.6億 到你講話那個時代 才隔一年變成5.5億 多了9千萬 這兩個問題要先回答 好 故事是這樣 我當台北市長八年 總共只有兩次去議會複議 一個是重陽敬老敬 我想這大家要理解 第二個就是 這個 這個 那個議會齁 在這個 台志光的傳輸的這種費用 我提 加了一個彈書 我提複議 就只有兩件 你想想看喔 複議在議會是多等重大的事情 沒有特別理由 行政單位不會去提複議 這故事是這樣 台北市有一萬多隻的這種 睡影機 那我們在 其實喔 當時喔 就有議員在施壓 前任警察局長 他也覺得壓力很大 後來我跟他講 好 那不然這樣 我來扛 所以當時是我跟當時的 陳志明秘書長 我們兩個自己跳下來 到警察局開專案會議 把4C顧問公司 全部都找下來 後來證明就是說 其實絕大多數的狀態下 2MB傳輸速度就可以解決 因為科學在進步 軟體在進步 所以不必需要用3MB的傳輸速度 那麼這廠商為了要多賺點錢 就去施壓議會說 能不能用3MB不用2MB 那後來我也說 做事喔 合理就好 所以我當時說那這樣好了 我們用最寬中的標準 然後警察局就每次攝影機去測 如果真的他在 或是說影像不清楚的 這些攝影機用3MB 其他如果2MB就可以解決 那就繼續用2MB 所以在我任內 你知道我當時的攝影機 使用3MB只有23% 77%的是用2MB OK 那今天的問題在哪裡 就是貪心 他就想要再賺更多 所以希望100%的都用3MB 就只有這樣 想問說匯率是我定的 我跟你講 我只問一個題目 匯率是我定的 為什麼我的預算是4.6億 到你的預算是5.5億 這才是關鍵嘛 因為你們就是要把2MB 從那個 23%的這個3MB 改成100% 全部用3MB 就是這樣 故事就這麼簡單 政治上是這樣 如果合理啊 講得過去 大家都 也願意給議員面子 大家願意幫忙 今天這個案子 為什麼會爆出來 就是一定是太過分了嘛 然後搞到有人去密告 我跟你講 不管剪掉哪來的什麼影片啊 什麼那個 一定是有人看不過去去 去收集資料去密告 故事就這麼簡單 我倒覺得是這樣啦 沒有人敢保證 每一個機關 不會有貪戶啊 沒有腐敗 我想是這樣啦 所以一流的外科醫生 手術死亡率也不是0 但是比較低 今天這個事情就是 拿出來檢討就好了嘛 不要再東扯西扯 有本事 開零時會 讓每個議員上來問就好了 看不慣的議員很多 我跟你講 這個案子喔 有兩個 台北市議會有兩個議員最清楚 一個林世忠 一個是王世堅 我跟你講 你們去問王世堅 他很少贊成我的意見 只有這件事情他是贊成我的 所以跟大家講喔 我當台北市長 我最後一份公文寫什麼 你知道 財團勾結議會 詐許國家錢財 我的幕僚說 欸市長你一定要寫得這麼難聽嗎 我說齁 一定要留下來 不然他明年不知道搞什麼鬼 我要講的是什麼你知道 我都寫這麼明白的 你們還敢去動這個 真的是不要命 活該 他要問說哪些議員最實壓 我跟你講齁 講人家壞話的齁 我就不講了啦齁 當然已經被逮的就是陳總吳 其實我跟他也算交情不錯 我常常說齁 今天如果這樣台北市長 他不會遇到這種事 因為我一定會把他擋住 我根本不會預算5.5億送到議會 再給他三成2000萬變5.3億 4.6億可以解決的事情 你為什麼搞成5.5億 今天的問題是在這裡 你們市政府為什麼送這個預算出來 今天要檢討是為什麼是 從4.6倍5.5億 今天臨時會只要問這個題目就好了 柯主席來討論這個台制光嗎 因為等一下會遇到 我想柯主席在市長的時候 這個費率的水位軍在那邊 所以在我上任之後 其實非常努力在議價 所以在這個案子上面 今年第一次喔 這個費率調降 柯主席可能忘了 大家很關心的是警察局的專案費率 這件事情 那這個是在 柯主席任了106年 他所簽訂的 那也因為他所簽訂這個約 所以我們三妹的月租費 每一支來到2200元 再加上他執政之下 議會的淡書的要求 全面使用三妹 我們就是照這樣 編列預算 所以其實 柯主席 他那時候為什麼要簽訂 這個專案 看到了106年 五十個月 達到了2013年 雅彩之間